当初成交量跌破万亿的时候 投资圈已经在觉得 哎呀这是天要塌了吗 这么少的成交还怎么玩啊 结果现在倒好 大人的成交金额连续三天都不足5000亿了 只有高峰是2.3万亿的五分之一 原来呢是一家五口人有四条裤子换着穿 现在是一家五口人就剩一条裤子了 谁知道明天轮到谁穿呢 现在连成交最活跃的主板 对于好多公司是连续十多分钟没有一笔成交 甚至比一些跌停的ST还要惨 科创买有个股票在上午十点半以后 就一直躺平在那里 到上午收盘都没有一分钱的成交 更不要说小三北交所了 有的股票一天总共才成交个二三十万的 更吓人的是 这些几十万成交的公司 居然还有十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值啊 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就是 确实现在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少了 昨天杨妈公布的缺分的金融数据 不管是M1的增速还是居民信贷数据 只能用信号加乱码来形容 解读呢也不能说的太细 原因你们懂的 那既然宏观数据没法说 咱们可以谈谈切身的感受 有没有感觉到商场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静电消费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呢 开网约车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坐车的人越来越少 前不久连深圳都发出了预警通知 说网约车市场已经饱和 平均每个司机每天只能接12单 那如果按照每单20块钱来算的话 一天恐怕也就是200块的毛收入啊 一个月下来恐怕勉强只够温饱了 甚至还有传言说 在银行的大数据里面 一个星期能买一杯星巴克的人 已经是眼下最优质的客户了 因为更多的人是连瑞幸都不舍得买了 甚至连密雪冰城都要三思了 那怎么就突然没钱了呢 因为我们面临着严峻的通缩风险 在过去的这两三年里 大家的资产端不管是那些什么房子 还是股票这些资产都在缩水 但是大家的负债端却一直保持着刚性 尤其是存量的房贷 利率都还高高在上呢 那虽然说咱们的宏观数据GDP增长5% 但是对于个体来说 感知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 原因是因为GDP是不考虑通胀的 虽然过去GDP也是5% 但还有3%的CPI 大家拿到手的收入增长其实是8% 可是现在CPI变成0了 那等于多出来的3%就没有了呀 在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前 每个人最理性的做法就变成了少花钱 尽快还债 因为省下来的利息就变成自己多赚的钱了 但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干的话 咱们就会陷入到当年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困局 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A股大多数的消费类公司 营收等等都在放缓 那陷入经A股的成交已经跌破了5000亿了 固然说这里面是有量化资金撤退等等的因素 但也确实反映了市场的信心不足 而金融业也确实要做好持续过冬的准备 想当初各种设备 人员工资等等都是按照2万亿的成交在考虑的 可是没成想现在都已经得缩成这样了 所以呢如果没有宏观层面大的政策变动的话 金融业恐怕还得持续过紧日子呢